現在到現在要不然講不完 不知道講到第幾月 120幾月 緣起的時間講到哪裡哪裡都是完成 聽不懂報道 跟平德說我回來 好一定的 來 再一個到這邊 左邊 這裡照一下 你看這個 這個 他給我介紹生意 我要跟他講一下 經過他本人同意 這個人在北京 結婚了 好 今天有照照相片要傳給我 為什麼是左邊 你可以文字化 邏輯化嗎 女孩子 下巴不要太尖 你如果下巴是寬的 你不要把它弄成尖的 雖然漂亮 但是我跟你講 你會厚厚一輩子 那個影響很多 沒有啦 沒有啦 在補相書裡面 女孩子下巴太尖是竊的命 是竊的竊 可是你不要多做老闆的 好 你去聯想 那一些特種行業的 下巴都很尖 很漂亮 很奇怪 男生都喜歡那一種 是不是男人要檢討 是不是男人要檢討 對不對 可以當小三嗎 你口袋很深喔 口袋很深喔 眼睛圓大鼻子丁 這個 這個有鼻圈三配 然後他的眼睛就是有呈現那個 幸福的那個感覺 啊 沒有什麼幫人之後發 所以可憐就是 林先生是蔡先生的 好 大家歸秀的像怎麼看 這張照片是呈現這個 手 女子九善像第一個 投緣而平 然後其中有一個 我們今天不是那個主題 既然那個 我就講一下 婉緣 這個 這個 這張是婉緣 掌後 指宣性 來聽聽說 我怎麼沒有訊息 這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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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婉緣 就是這樣 爸爸 把這張 掌後 你的手掌要厚 你還是手掌太薄 然後 然後 外天 腳掌太薄 你弟弟 這沒辦法 這貴婦了 指先吸 指口要先吸 要像 不要說像我這樣 我這個 小時候探才會 我不會有鋼琴 指先吸 婉緣掌後指先吸 是你的手掌上其中一道 謝謝 謝謝 謝謝